为改善偏向医疗资源不足 卫福部台东医院成功分院和高雄长工医院 从去年开始合作开办执行远距医疗门诊 卫福部长陈时中近日透过视讯连线 视察计划推动成果 由东高两地耳鼻后科医师共同会诊 顺利完成了B&I的检查 破除病患的疑虑 外观看还算OK 耳鼻也没有问题 透过直立室的远距诊疗屏幕遥控 台东高雄两地医师共同诊疗 为患者执行B&I检查 台东偏向医疗资源相对都会区匮匮乏 医疗人力也难勋 对此卫福部台东医院成功分院 与高雄长庚医院自去年起 合作开办执行远距医疗门诊 解决在地民众就医问题 我们如果要看那边 那边的医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状况 也让区医的处方给我们 这样很方便 19号下午 卫福部长陈时中 特别集合远距医疗执行院所 进行成果视察 台东分院顺利完成 耳鼻喉科诊疗操作 不要动也不要转 用鼻子呼吸 放轻松 这边会很酸很酸 放轻松 用鼻子呼吸 比较放心 没有那个疑问 有耳镜 有鼻腔镜 要深入一点 然后这个传输 也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今天表现得很好 台东医院成功分院 远距医疗门诊 目前会诊科目以眼科 耳鼻后科与皮肤科为主 诊疗人数也正式突破1000人次 后续也将是执行成效 再增设各科专业门诊 记者小家会台东时报道 那么摆下 好 小心